279年,司马延采用杨户生前的战术,兵分六路攻伐东吴。 那么,东吴的丞相张替以及副军师诸葛亮是如何阻击的? 东吴的皇帝孙昊是如何应对此战的? 他最后的结局如何? 本期视频,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延灭吾之战,即晋朝统一天下。 265年12月,司马延逼迫曹奂善尉,建立晋朝,接着他便开始着手灭吾大计。 他让杨户都督荆州军事,镇守襄阳,魏冠都督青州军事,镇守林兹,司马周都督徐州军事,镇守夏批。 另外,王魂都督扬州军事,王龙都督豫州军事,胡愤都督江北军事。 同时,任命王迅为益州四使,都督益州和梁州军事,并且让他在巴蜀之地大量地建造战船,以及训练水军。 他所建造的战船长度可达120步,全船可在2000兵马,并且可以在战船上骑马驰骋。 276年10月,经过两年时间的准备,杨户认为伐吾的时机已然成熟,于是立即上走司马岩,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战术,请求向东吾开战。 然而,由于太尉贾冲等人极力反对,伐吾之战只能暂时搁浅,直到两年之后的278年11月,杨户去世之前,司马岩还是没有下定伐吾的决心。 杨户去世前,推荐杜豫为征南大将军,督督荆州军事。 再来看东吾方面。 此时,东吾的皇帝是孙昊,他是孙权的孙子,故太子孙和的儿子。 刚继位的时候,他下令开仓赈贫,减少宫女,以及放生宫内多余的真秦异寿,一时被誉为民主。 然而不久之后,他就本性暴露,开始沉溺酒色,专于杀戮,而且听信谗言,滥用民力,导致东吾政治腐败,民不聊生。 同时,他还排斥一击,对忠诚的大臣和将领进行打压和迫害,使东吾内部人心涣散,士气低落。 陆炕给他建议说,为了防止禁军从上游攻来,应该加强建平郡和西陵郡的防务,并且请求率领三万精兵前往西陵郡防守禁军,但孙昊没有采纳。 建平郡的治所在紫规,西陵郡的治所在宜昌东南的西陵峡口。 274年,陆炕再次请求加强上游的防务,但孙昊依然不肯采大,原因是,他认为东吾有长江天险,水军更是天下无敌,禁军没有能力攻打东吾。 279年11月,也就是杨户去世的第二年,司马延终于下定决心,准备攻伐东吾,他采用杨户生前拟定的作战计划,兵分六路伐吾,总兵力达20万中。 第一路由狼牙王司马昼率领,他从徐州的治所下批发兵,目标是途中,即今天的安徽楚河流域。 第二路由安东将军王魂率领,他从扬州的治所寿春出发,目标是横江渡口,即今天的安徽河县附近。 第三路由建威将军王荣率领,他从豫州的治所安城,即今天河南正阳县东北出发,目标是武昌,即今天湖北省鄂州市。 第四路由平南将军胡愤率领,他从江夏郡的治所上场出发,目标是下口,即今天武汉汉阳区的长江入口处。 第五路由镇南大将军杜豫率领,他从襄阳出发,目标是南郡的治所降临。 第六路由龙襄将军王迅率领,他从巴蜀顺江而下,目标便是建业城。 之后,司马延命令太尉甲冲为大都督,率领中军屯住于襄阳,节渡诸军。 甲冲担心会失败,依然反对出兵,司马延便对他说, 如果你不肯去,那我就御驾亲征,亲自去前线都军,甲冲无奈,只能被迫接受任命。 六路大军总体的作战意图是,司马昼和王魂的大军直逼建业,目的是牵制住东吴的主力,使其不能增援上游。 王荣以及胡奋和杜豫的目标是,夺取下口以西的所有战略要地,使王迅率领的大型战船以及八万水军可以顺降而下。 因此,真正负责攻打建业的主力是王迅以及司马昼和王魂。 此时,东吴的总兵力约为二十万,兵力上,双方旗鼓相当,但作为进攻方,兵力并不占优势,因此,只有将东吴水军分割包围,各个击破,才有机会取胜。 再来看东吴的应对策略。 280年2月,孙昊命令丞相张提,率领着丹阳太守沈盈,护军孙震,副军师诸葛亮,统兵三万前去迎战王魂。 不久,张提率军到达采石基,即今天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的翠罗山路,这里是长江重要的渡口。 丹阳太守沈盈对他说,晋朝的水军在蜀地训练了很久,他们必然顺降而下,前来攻打建业。 东吴上游的将领毫无戒备,而且名将都已不在,领军的都是年轻将领,恐他难以抵抗,他们必定会到达这里。 因此,他建议集中兵力防守采石基,等进军到达后与其展开决战。 可张提却认为,东吴即将灭亡,这是人人都能看清的局势,一旦进军的主力到达,东吴的将士们必然恐惧,到时候恐怕都无法整军出战。 因此,趁现在进军还未到达,渡江或许还有希望,如果战败,就当为国捐躯,死而无憾了。 如果取胜,我军必然升危大阵,趁盛南下追击敌军,敌军必败。 随后,张提率领大军渡过长江,向北挺进。 三月初,大军到达阳河,即今天安徽省河县以北二十里。 在这里,他们迎面遇上了亡魂的部将张乔,张提立即率军将其包围。 由于张乔只有七千兵马,兵力悬殊太大,只能派人向张提请乡。 此时,诸葛弹的儿子诸葛亮投奔东吴之后,被任命为大司马,担任此战的副军师。 他给张提建议说,张乔肯定是诈降,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,等待后援。 因此,应该立即发兵将其击败。 但张提没有听从,他认为强敌在前,不可因为小谷敌人出战,而打乱整体战局。 因此,他接受了张乔的投降。 之后,张提率领大军继续前进,与亡魂的前锋相遇,领兵的将领是孙筹和周俊。 张提命令沈盈率领五千精锐,率先发几攻击,结果三次冲锋军位奏效,还被进军斩杀了两员大将, 只能连忙撤军,进军趁胜追击,吴军再次大败。 就在这时,原本已经投降了东吴的张乔,也从背后杀来,吴军四散奔逃,溃不成军。 诸葛亮剑大势已去,收集了数百名败兵,逃回了江南,而张提不肯逃走,与沈盈和孙筑等人栗战而死。 此一战,吴军被斩杀了近八千人,其余人马则溃败而逃,亡魂的大军便兵临长江。 此时,亡魂军中的扬州别价河运,给扬州刺史周俊建议说,张提率领东吴的三万精兵惨败,东吴必定上下震惊。 现在,王迅已经攻下了武昌,正在向戒业使来,我们应该迅速挥施渡江,指导戒业城,便可立下不朽的功勋。 周俊觉得有礼,就向主将王魂献祭。 可王魂却说,司马延给他的命令是出兵江北,并没有让他渡江。 如果他现在渡江作战,即便取胜了也很难获得封赏,而一旦战败,则必定会受到重罪。 所以,他严格遵守司马延的诏命,让大军原地扎营,等待着王迅的水军。 何运不肯罢休,再次给王魂建议说,将军你身为主将,应该见机行事,岂有事事都等待照命之礼,可王魂仍不肯听从。 此时,司马周的大军已经到达途中,然后,他让刘洪率兵进抵长江,与戒业城隔江相至。 接着,命令王衡率军渡江,王衡击败了东吴的守将蔡姬,斩杀吴军五六万人,主将蔡姬被俘。 3月14日,王迅终于率领蜀地的八万水军到达采石基,然后,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建业城进拔。 孙浩德之后,立即派遣张相率领一万人前去迎击,在距离建业城西南五十里处,两军相遇。 张相见进军的大型战船布满江面,惊奇硬两天空,声势十分盛大,顿时就被吓破了胆,不战而降,投降了进军。 孙浩只能让陶迅率领两万人,再次出城迎战,结果两万人还未等到开战,就连夜逃跑得一干二净。 东吴的将领们建王迅以及王魂和司马昼的三陆大军逼进建业城,直到大势已去,纷纷前来投降。 至此,东吴已经再无还手之力了。 可孙浩还不死心,他决定派遣使者,分别向三陆大军的主将投降,目的是让他们相互争攻,从而引发禁军的内乱。 然而,王魂由于没有接到司马延的命令,依然按兵不动,王迅则果断向戒夜城进兵,接受孙浩的投降。 孙浩无计可施,只能绑复双手,乘坐速车百马出城投降,大夫们身穿丧服,世人们则抬着棺材跟在后面。 王迅亲自为孙浩松绑,并烧掉了棺材,将孙浩送往洛阳。 至此,东吴政权彻底灭亡,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也随之结束。 284年,孙浩在洛阳去世,是年42岁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观看,下期再见。